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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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在這個部分裡面我們要介紹快速復例的轉換他的演算法 他的流程 好我們來看下去吧 那我們所常看到的 FFT 他的演算法通常是以二為基底 所謂以二為基底 就是說假設我們的信號是n點 他可以表示成2的r次方 那2就是整個 FFT的演算法的記底 就是他以2 為基底的乘密次方為他的 信號的點數 比如說你所有點都是要 2的power次方 個 如果你的輸入點數,例如說我現在有 10點,那最靠近 10點的2的乘密次方是多少 16嘛 所以10跟16差幾點? 差6點 所以我們輸入如果點數不足 我們可以補0 然後在我們之前提到 在我們DFT裡面有提到 我們做補0的動作 不會影響到它頻譜的特性 所以這時候 當你要做FFT的運算時候 如果你的信號的 數目不是2的乘密次方的話 你可以在後面補0 沒問題,不會影響到頻譜的特性 那我們來看 2是最常用的 所以等於說我們把一個n 表示成lm或是 l等於2 m就等於什麼? entr2 等於說把 把這個原本點數分成一半 把它切 切一半 所以當它切一半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一半是什麼? 偶數部分 它的index就是0246 那另外一半就是 f2 就是激素 激素項 是1,3,5,7 這樣 even r 然後我們再來看 我們原本的DFT連算法 是長這樣子 我們都很熟悉 接下來 我們把這個 式子分成 偶像式跟 跡象 偶就是說代表說 它的index是n4 02468 這個r 這個r 就是13579 所以把這個index分成兩半 所以個是n2 只是把G0拆開來而已 這時候我們來看 我們的DFT 可以把它 因為剛才拆完了 對不對 我們可以怎麼樣 它總數 是n2 這邊也是n2 然後我們這時候 index我們換成m 來表示 所以 這個偶像式 我們用2m來表示 就是 02468 這時候m是怎樣 是從0到2分之m-1 因為它只有2分之m的點 然後G像式是什麼 就是表示成s2m加1 就是1357 所以它總共的像素也是2分之m 好 這邊 n換成2m 這時候n換成2m n也換成2m加1 換成這樣 只是把n換成m 那m分別是從0到2分之m-1 換成G偶像式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從這式子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拆開來 好 這一個我們就定義成f1 m 就是我們的偶次項 這是f2 這是G 這時候啊 這一個 我們注意到 我們把這2 移下來 為什麼2可以移下來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W 是怎樣 是一個exponential 那exponential它的這個 它是怎樣 exponential負的 j2m k 除上m 所以2可以移下來 變成怎樣 2在分母部分 2在分母部分就變成 2分之m這邊 好 那一樣的 這個定義成f2m 然後這次一樣 把這個拆開來 一個是w2m k n 一個是w k n 就是這樣 這邊注意到 我們看到這整個式子啊 就可以化成成這個 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這個式子 這一個式子啊 基本上是不是f1m這個信號 的2分之m點的DFT的結果 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我們把這換成這個嘛 所以這整個式子看起來 是不是就是一個 2分之m點的DFT f1的DFT 那這也是一樣 2分之m點的 的什麼 f2的DFT 就是f2k 那剩下多一個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地方 這個尾巴 好 就是這一個 尾巴 好 所以整個DFT 可以變成什麼 f1k跟f2k 的和 只是f2k 前面多一個 這一個 然後所以這時候f1 跟f2k 分別是f1m跟f2m 的2分之m點的DFT 的結果 好 那 我們原本的這個 DFT運算就變成這個式子嘛 對不對 所以k 是從0到2分之m-1 這時候各位一定會發現到說 欸 那我們m點的DFT 怎麼變成2分之m點 那另外一半跑去哪裡呢 對不對 後半部的 當k從2分之m到n-1 怎麼辦 理論上我們DFT應該是有n點嘛 但是你現在用這公式算 k只會從0到2分之m-1 那剩下的一半怎麼辦 怎麼不見了 這時候我們怎麼算後半部呢 這邊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說 假設啊我們把原本的式子啊 把這個k 後面加一個2分之m 是不是k後面都加一個2分之m 對不對 這邊 k後面加一個2分之m 發現到說 什麼情況啊 我們來看一下 當加2分之2之後 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 f1跟f2 分別是對f1m跟f2m 2分之m點的DFT 那我們之前學過DFT 它 如果是m點的DFT 它每m點就會重複嘛 也就是說 f1 k跟f1 k加2分之m 那如果是2分之m點的DFT 那這兩個值應該是一樣的嘛 所以 這一項跟這一項應該一樣 這一項跟這一項應該是一樣 只是多這一項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這一項 等於f1k 那後面這個f2 這整項等於f2k 因為它周期重複嘛 那為什麼這邊可以直接寫成這樣呢 因為你看 這一項 我可以把它拆成兩個嘛 因為我們知道w就是一個exponential wkn wN除2 這樣 那這邊n約掉 2約掉 這一項就是怎樣 -1 所以留下 這一項 跟 這一項 就是wkn 那這一項是-1嘛 就變這樣 所以放進來 這邊有個符號 原本是加的變成負的 是因為這關係 所以留在wkn 這地方 所以發現到說 當我們把原本的式子 加2分之m上去之後 發覺到說它的結果還是等於f1k跟f2k的和 但是怎麼樣 這邊注意 這邊有點從加變成- 好 所以這邊 也就是說 我們原本 我們要計算 n.dft 對不對 我們前半部是用這個公式來算 因為這半部是2分之m點嘛 這半部直接把它加2分之m 後半部怎麼樣 也是一樣用這公式來算 我們剛才推倒過 只是這邊加變- 是可以算後半部 當k從0到2分之m-1 這2分之m點的k 一樣可以算前半部 2分之m點的dft 後半部 2分之m點的dft 就可以把所有的m點的dft 計算出來 從這邊開始 就是解... 就可以發現到說 為什麼我們fft可以很快 因為... 我們在算前半部跟後半部的時候 它都怎麼樣 共用某些項 對不對 所以f1不用重算 因為前半部可以用f1 後半部也可以用f1 後半部用f... 前半部有f2 後半部也有f2 所以可以共用 所以可以省掉一些時間 所以這邊指從加變減 所以這邊指從加變減 各位同學 在這個part裡面 我們介紹以二維基底的fft 然後以二維基底的fft 是最常用的 然後我們從我們剛才數學40推導到 也隱約的發現 為什麼我們fft可以這麼快 也就是看到說 它某些像次基本上是共用的 所以可以不用重算 因此可以加快它計算的時間 好 那在下一個part 我們將用圖形來表示說 到底fft 如何真的來實作 各位同學可以看得更清楚